中國官方對喪權辱國的不平得條約 反應是怎樣呢 今天《大根報》報導了新華社 央港網的報導 標題 就是中興獲救 用個救字 繳付10億美元的罰款 內媒評論 不意味著 中企有事都可以找政府來 政府來背 內文是這麼說的 他說中興這件事起伏 背後的博弈更是艱辛複雜 驚心動魄 他說這次《大城和解》的建議 對中美雙方來說是不容易的 他說這件事 傳達來的訊息很多 發人心醒 吸引人解釋 什麼啟善呢 他說這是一起企業的違規個案 他承認是違規 但是中國政府出於移民為本的考慮 投入大量資源和美方嚴正交涉 終於換來中興一條活路 真的很謙卑 很謙卑 中興犯錯 這個源於2010年因為受到商業利益的驅使 不惜涉險 破壞與美方合作的基本規則 違反反美國的法規這一點 4月16日美國對中興發出禁令的當日 中國商務部表態 中方一貫要求中國企業在海外經營過程中 遵守東道國的法律政策 合法合規 開展經營 你打一下問一下 問一下我也不相信 他賣東西給伊朗 賣東西給北韓 是純粹基於商業利益的驅使 跟中國政府一些責任的關係都沒有 你這樣跟他劃清界線 現在就說要救他 純粹因為商業利益 所以他就違反美國法律 違反什麼美國法律 在這裡也隻字不提 我就覺得 未免太偽善了 如果跟你一些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你要出盡九雄二虎之力 從中滑船要救他 他說 不過中興企業作為中國最大的通訊設備 上市公司 其生死存亡 關乎企業8萬職工 2萬家庭的生計 亦關乎產業鏈上 上下游上千間企業 數十萬職工的前途命運 所以關係更大 中國政府 出發點是為了人民 公司決策錯誤 不能類及港大無辜的員工和家庭 正基於這一點 中國政府提合了大量資源 從北京到華盛頓 再到北京與美方進行了多輪嚴正交涉 終於把中興救回來了 這就要說明了 自信強大的政府 是人民最堅實的後退 這段 也是典型的喪事 白事當紅事 喪事當起事辦 如果不是黨和國家 你就救不了 黨和國家不是因為救你 是救人民 八萬員工 二萬個家庭 上游下游 上千萬的人 跟你賺錢 你竟然這樣做這樣的事 抵你被罰 所以因為我基於員工 人民的利益需要足夠 要看制度自信 制度強大 救得回來了 最後這才關鍵 國營企業 有國際規範 不要當巨英 巨英就是 巨大的嬰兒 大陸有一個很紅的作家社叫巨英國 他說中國人也是巨英 很可惜巨英國 這個論調被打壓 他說不要用商業利益來 裹脅政府 中國政府為了民眾考慮力玩狂難 幫中興從生死線上救回來 這不意味著中國企業以後出事都要找政府來背負負責 國際市場做生意是講究契約精神和規則法律 而不是要行政介入中國企業 這幾年走出國門的越來越多 在出門 在外 關鍵是要靠自己 把國際規則法律吃頭弄明白 給自己撐起一把堅實的保護法 國際企業就要有國際的犯儀 走出去就不能夠做巨英 祖國再強大 自己的事都要自己做 自己背負責 中興事件對中國企業是借鑑 必須進一步警醒 創新是必要性和緊急性 必須盡快將核心技術 命門牢牢掌在自己手上 習近平講過很多次 形勢逼人 挑戰逼人 使命逼人 這些都是很相常談 總之這篇文章是很有趣的地方 第一 中國政府 和中興犯規劃清界線 不關我的事 你賣東西給伊朗 賣東西給北韓 不是中國政府叫你的 你是商業利益考慮 第二 我救你不是因為救你 是因為人民 是因為成千上萬的家庭 成千上萬的人民 要生活 影響這麼大 我不出手 第三 以後靠自己 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意思就是 不是不要犯規 犯規不要被人抓到 OK 但藉字不提 講罰款 這個文章就是講罰款 派人進駐 十年 要你改組董事會 改組高管 獲取獎金 藉字不提 這就是中國傳媒 中國這個評論 本質 不過這也傳出了很有趣的訊息 總之不關我的事 有事就不關我的事 你要自己揹 然後最好不要被人抓到 抓到 阿爺也未必能夠救你 在這個情況下 你想想 為人民服務 為黨服務的企業 是不是都會很心寒 心情很快已經跨過 一千集 一千集 一點也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今天 正經的環境 越來越惡劣 政治打壓 媒體歸邊 大話連篇 講真話的人是越來越少 那些向主旨 淺味刷鞋的人 真是可以這樣說 遍地開花 我們這種不惜時務的聲音 只佔少數 而且掩滅到一片 歌功仲德的汪洋大海 不知道什麼時候 突然就好像我在主流媒體的風險節目 一聲 會被禁聲 心直口快 有機會 人間蒸發 消失在地球 我抱著這個心態 做得一閘也一閘 你們 聽得一閘也一閘 雖然好像很消極 但是 如果要繼續堅持下去 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我在這裡對 去看心直口快這個頻道的觀眾 以及實質支持我的觀眾 自熱衷心的感謝 只要你們繼續看 我就會繼續做 只要你們 給我多點鼓勵 我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繼續為大家發聲 你們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你看到Youtube的時候 你看到以下 這邊手 底下會有一個 你可以按進去就可以訂閱 如果有新片上載 就可以通知你們 除此之外 你們也可以用月訂的計劃 用網絡版 用網址 要看到有PayPal 標誌 可以有月訂 每個月 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又或者一次過的支持 就根據這個 網址去做 也可以做到一次過的支持 如果你說我沒有PayPal 你可以寄劃線支票給我 就用這個名字 以及寄去這個地址 我就會收到 如果你說 我都覺得很麻煩 不如進入你的銀行戶口 可以嗎 沒問題 你有Facebook 加了我 然後PM我 我就會把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告訴你 在這裡 衝心感激大家 對深藉口快的支持 深藉口快 跨過一千集